16章 打听消息 也是受了叶海的荡恩 因此派了叶景文前来 安排其后事 墨天歌也从叶景文口中得知 他复兮那边还有血脉 叶家园是西昆武 青门山的修仙家族 只是人丁稀少 最后只剩得兄弟两个修士 昔日叶海在时 威名赫赫 倒也无人感激 只是十年前 天魔山水宗的消息传出 叶家失去唯一的结单修士 已经无法在青门山立足 最后一位西士 只得将家族迁往世俗 自己成为散修 这位修士 正是叶海的胞弟 墨天歌的叔叔 等找到你叔叔 你们就随我回太康山 你们加入玄清门 或者重建家族 都可以 叶景文与他说过 玄清门是天极七道门派之一 有玄清门做后盾 他们不怕有人欺负 天极有七道门派 其中天道宗势力最大 玄清门仅次于他 可以说是西昆武第一大派 不过对此 墨天歌没什么意见 他派了这么久 才知道爹爹已经不在 现在只要能离开这个家 他并不在乎去哪里 如果说还有什么期盼的 就是还有个叔叔 他们从墨家村出发两天 终于到了目的地 叶景文说 这里有修仙者 墨天歌好奇地看看 却发现 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镇子 叶景文看他满脸的失望 却笑道 这些只是凡人罢了 仙人居所 岂能让凡人看到 说吧带着他 就进了一处破败的小庙 这小庙 墨天歌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叶景文从怀中 取出一枚玉佩 递给墨天歌 这是我师叔与你的 以后此物 莫要离生 待在身上 就算是原因期的前辈 也看不出你的体质 墨天歌接过 玉佩成圆形 玉色温润 上面绘着云纹 系着红绳 他翻过来 发现另一面的中间 刻着一个小小的 情 叶景文道 我师叔姓情 人称 情守经 说吧一挥手 眼前景象 顿是变了 庙中倒地的神像 已经消失不见 出现的竟然是 夹道的街市 叶景文 拉了他的手 走吧 这看起来就像一个 普通的小镇街道 怎么也不像仙人的地方 叶景文便笑 所谓仙人 不过是还未成仙的人 这些俗世的访饰 都是三修聚集的地方 一般没有什么大的势力 当然也没什么气派可言 两人一进访饰 就吸引了他人的目光 无他 只因叶景文的气势 以及他的衣着 住机器的高手 又掺着 玄清门的道袍 实在让人羡慕 一路行来 墨天歌发现 还是与俗世不同的 比如街道上摆摊的人 摊上都是奇怪的东西 而有些人 则是只挂出一块牌子 写着出售什么 还有的人牵着俗世 从来没有见过的鸟兽 不过这类是不多的 叶景文带着他 目不斜视 掺街走向 直到一处店铺 才走进去 这店铺极大 也不知卖些什么 只看到高高的柜台 没看到任何东西 一进店门 墨天歌就看到 守柜台的伙计 掺的衣服 跟叶景文相似 也是蓝袍白挂 不过没有他这么精致 修为 墨天歌也可以感觉得到 比他强不了多少 他们一进来 守柜台的仔细一看 就出来行礼 与叶景文 称了身诗书 这伙计 显然是玄亲们弟子 连忙请他们进来的 陈诗伯在楼上 诗书请 上了楼 墨天歌 墨天歌看到楼上 竟跟一层一样 摆满柜台 不过一旁 有许多桌椅 像是待客的地方 伙计将他们 引至角落一个 五六十岁的老者面前 恭敬禀道 陈诗书 由本门诗书到来 老者似乎在瞌睡 睁开眼睛 看到叶景文才精神了 吩咐伙计 你去吧 上茶来 是 伙计一声退下 老者看叶景文身着本门高级弟子服饰 又如此年轻 不敢怠慢 拱手问道 这位师弟 我乃此间掌柜 萧信成 名有礼 敢问师弟 是那位真人门下 来此何事 叶景文还了一例说道 在下清泉风叶景文 奋守尽师叔之命而来 打听一个人的消息 哦 听到清泉风三字 老者更加不敢怠慢 清泉风 乃是门中静和祖师 清修之所 只有直戏弟子 才能在此分修炼 叶景文点头 从怀中取出一块 巴掌大的玉牌递过去 老者厌诚无误 将令牌 还与叶景文后 就将两人 倾尽一出 不由尽致的雅间 叶师弟 请说吧 叶景文对他谨慎的坐牌 感到佩服 言语也亲切了许多 陈师兄 我们要寻的人 是个散修 名叫叶江 筑基修为 四五十岁光景 据说有人看到他 经过此处 那陈尤离 抚须私度片刻道 请师弟在此稍等 我派弟子 去打听一番 叶景文点头 师兄请 陈尤离退了下去 又招人送茶来 墨天哥看着茶 竟然也包含灵气 十分惊奇 叶景文与他说道 这只是在灵气之地 培育出的茶树 倒不是什么珍稀品种 墨天哥又问他 叶大哥 这里是你们门派开的店吗 叶景文回道 不错 我们在各处房市 都有店铺 在外的弟子 有需要帮助的 都可以找掌柜 哦 两人等了一会儿 陈尤离终于进来了 陈尤离进来 与叶景文道 叶时迪 你说的那位 是否是青门山叶家的修士 叶景文点头 不错 陈师兄可打听到他的消息 真有理笑的 这可巧了 不久前他在我们店里 买过东西 哦 叶景文惊喜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又去了哪里 真有理确道 大爷 各把月前 此人与朋友 一起到我们店里 听他二人谈话 一人就是青门山叶家修士 另一人 另一人 也是出身 修仙家族 姓陆 两人似乎是顾交 那姓陆的修士 是为了送别叶江 至于后来 我们就不知道了 叶景文略一思索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守进师书 叫弟子打听之事 打听到当年 叶海在天魔山失踪 几年后 青门山其他修仙家族 便骑上门来 想赶他们出青门山里脉 叶家只生叶海胞弟 叶江一个修士 这叶江实在 比不得叶海的天赠奇才 只勉强修到住基 一个住基修士 又怎么斗得过那些 拥有结单修士的家族 叶江无法 只得将家族的凡人 全数送到俗士 令他们从此脱离修心界 到俗士享受荣华富贵 自己则成为散修 他年纪已大 也不再想进阶之事 只四处游历 最后一次被看到 就是在这青门山附近了 陈友里看他一直思索 又提了个主意 叶氏弟 他们二人十分熟呢 据我所知 青门山也有一个修仙家族 姓陆 那姓陆的修士 说不定就是这陆家之人 不如你去陆家问问 叶景文也没有别的方法 想想这法子 确实可行 便道 多谢陈师兄提点 不知那陆家在何处 信陆的修士 又是什么模样 修为如何 陈友里府须道 陆家位于青门山西边 师弟若是看到一座 心似手掌的山峰就是 那位姓陆的修士 举接代的弟子说 与那叶江一般 都是筑基起 年纪看起来也差不多 似乎也是寿缘不多的样子 叶景文起身点头 多谢陈师兄 我这就动声 告辞 不敢不敢 陈友里连连摇头 既是同盟 这些是我应当的 师弟走好 叶景文摆摆手 牵了墨天歌 镜子出了方式 右上飞剑 继续行路 叶大哥 我们是去那个青门山吗 是啊 去找人 打听你叔叔的消息 很快就能找到了 墨天歌迟一片刻 才又抬头问道 叶大哥 为什么我叔叔 一定要离开青门山呢 就是因为他打不过别人吗 在回答之前 叶景文犹豫了一顺 张氏实话实说 你该知道 修仙界是一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 灵脉 功法 天才地宝 都是能者得知 青门山灵脉相当不错 因此被修仙家族瓜分 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力 就无法享受好处 就像那里玉山一样 他喃喃自语 因为他比我强大 所以我只能听他的 如果我比他强 就可以让他听我的 甚至杀了他 这般言语 叶景文却是好一会儿没打话 他想起自己幼时 败入尸门 因为没有靠山 总是被高阶弟子欺负 后来他天天苦休 终于在门派小笔上 大放光彩 得以进入清泉风 从此高人一等 那些欺负过他的人 纷纷送礼赔罪 一改往日消长 他也想到这小姑娘的身世 父母伤亡 在俗世那个家里 没人疼爱 偏偏又深居传音体质 可以想象 如果被人知道 这一世都不得平静 他叹道 是的 只有你自己足够强 才可以掌握命运 否则 就会由别人做主 墨天歌平静地点头 我明白了 此时脚底下 已经出现一座高山 此身高达百丈 有树峰直插云迹 灵气缭绕 云海渺渺 绿意满山 看起来不负仙山之名 叶锦文遇见 再环绕一整 果然在西边 看到一座 犹如巨掌的山峰 尖顶犹如五指 掌心的位置 坐落着亭台楼阁 他一看 便往那处飞去 两人一落下来 就建议练起修士 迎上前来 见过这位前辈 叶锦文按了一声 就问 你是陆江之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